赤犬能与白胡子打得有来有回 亲自也能让黑胡子不敢动手战斗 黄元为何会被武当陆飞一拳爆头 是妮卡太强还是黄元太弱了 从四个方面能得到答案 第一是黄元坚持摩棱两可的震灵 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认真 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团灭潮行星 却没有将任何艺人抓捕去监狱 后来对付草帽团一伙 黄元也没有下杀手 踩着锁龙练习高抬斗 直到冥王雷厉出现 一拖鞋踹飞自己的光速踢 让草帽一伙逃生 在弹头岛遇到草帽团 黄元依旧没有认真战斗 才导致对战陆飞是完败 第二个原因是黄元在执行任务 首要目标是将贝加庞克抹除 在与陆飞战斗的同时 还要分心去找贝加庞克 导致没有用权力 黄元虽然是和赤犬齐名的海军大将 至今也没有展示过超强的实力 顶上战争面对红发团的黄副本贝克曼 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现在与真正的四皇陆飞战斗 黄元处于分心状态被爆头也离所当然 第三个原因就像前大将责法说的那样 黄元太过依赖恶魔果实 面对弱者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对战顶级强者时就显得非常吃力 当年在马林泛多攻击白虎子 八尺穷勾玉被马尔克用身体挡住 不仅没有对小马哥造成任何伤害 自己还被对方一脚踹飞 还有在剧场版红发歌机中 黄元当着红发海贼团的面攻击乌塔 光速移动也被香克斯的瞬间移动压制 担心脑袋落地乖乖举手投降 对战陆飞的时候也能看出来 闪闪果实的攻击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不管黄元使用什么样的招式 都能被陆飞天马行空的招式化解 黄元太依赖果实导致霸气修炼度强 在顶级强者的战斗中处于劣势 凯多老师就曾说过 恶魔果实都是浮云 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 不管是罗杰还是白胡子 在对待强者的时候 都会用霸王色缠绕攻击 黄元连霸王色霸气都没有展示过 显然打不过掌握觉醒和霸馋的陆飞 第四个原因就像海米一直讨论的那样 黄元的真实身份是革命军 虽然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 但从黄元对待草帽团的战况可以确定 当初在香波地群岛 黄元能瞬间秒杀超新星 却没有立马干掉所谓 还有在顶上战争的时候 黄元每次攻击霸飞都有在救人的嫌疑 最重要的是黄元吊耳郎当的表情 与变成小老头的霸飞一模一样 如果黄元真是霸飞的好舅舅 被武当霸飞抱头有试一次演技的提升